大家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我必須先給你看這個影片 讓你聽聽看他到底在說些什麼 好 你聽完了嗎 好 我聽完我也可以把耳機拿下來了 他們在說什麼 你有沒有聽到剛剛那個主播說的事 你有沒有聽到大家在聽你 因為這個人叫Brandon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聽到大家在叫你Let's go Brandon 呢 Let's go Brandon 等等等等 Let's go Brandon 他們叫的是Let's go Brandon 嗎 不是 他們在叫的是F Joe Biden 所以這些是應該是共和黨的 保守黨的 那他們在那邊就大聲呼叫叫什麼東西呢 去你媽的Joe Biden 這樣子 F Joe Biden 等等等等 F Joe Biden 可是主播也不想把這件事情說破 或者他根本沒聽清楚不曉得 所以他就說說 你看群眾們在替你歡呼耶 那個歡呼我們等一下會講到就是chant They're chanting your name Let's go Brandon 呃呃呃呃呃呃呃 所以這個東西就變成了網路現在正在爆紅的一件事情 只要大家想罵Joe Biden 那他就不好意思說 F you Biden 他們就說的是 Let's go Brandon OK 所以 Let's go Brandon 變成了一個 meme Let's go Brandon 那這邊就有一個網站給你看 他跟你講背後的故事 我們剛剛已經聽過那個東西了 那個影片就是原始的起頭 那我們看一下文字怎麼說 所以他就有一個 backstory 就是背後的故事 Of這個Joe Biden的 meme Meme 我知道 那這個東西現在 All over the internet 那這個新聞是21號 我今天錄製時間是24號 那我給你看的時候希望還來得及啦 這樣子應該還沒結束 大概是 所以我們這邊看一下 大概有第一個字我們要看的是 Exhortation 要這個字 所以你要是花了足夠的時間 來逛推特的話 所以像我們現在在滑手機 我們已經比較不會講用 swipe 那個詞 我們有時候像看推特或看 Instagram 臉書也是一樣 都是這樣有沒有 所以現在我們比較常看到 那個逛網站之類的 用手機的動詞比較是 scroll 而不是 scribe 這樣子 So spend enough time scrolling through Twitter and you will eventually come across it 你只要花時間逛推特逛夠久 你就遲早會遇上他 這是一個簡單的三個字的 Exhortation 這個Exhortation的意思 我有找一下 這個字不是那麼常見 我不是很好用中文解釋它 那中文它的意思是 呼籲宣導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很好 我們看英文 它是一個an address or communication emphatically Urg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emphatically就是很充滿熱情 那來呼籲某個人來做什麼事 所以雖然說這有呼籲有 urge 這個字 但Exhortation比較像是 趕快喔 之類的 這樣的一種 比較有激動的一種感覺 這個叫做 Exhortation Exhortation So你就遇上這三個字的 Exhortation 這個三個字就是 Let's go Brandon 那你現在知道他其實是 F Joe Biden OK 所以這個 Spread like wildfire 所以燒得像野火一般的 所以這個片語也是很常見的喔 我們就叫它 Spread like wildfire 所以這個片語 這個meme 像這個野火般 across social media 所以它變成了 這個phrase呢 Quickly become a combination anti-Joe Biden meme as well as a conservative rallying cry of sorts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因為他是在F Joe Biden 那一定就是共和黨那邊的人 會用這個mean 保守 就是自由黨的人 並不會說F Joe Biden 對不對 You're one of us You're us You're our boy 他也不是boy You're our man 好 所以它可能就變成一個 combination of 就反Joe Biden的一個mean 或者是 只要是conservative 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他們的rallying cry rally這個字多講一下下 在賽車上 我們稱它為拉力賽 那你也可以理解為就是集會遊行 OK rally 尤其是就政治上 所以我們有時候前面會加一個 political rally 我不認為它跟protest是一樣 protest就是街上的那種示威遊行抗議 有時候你那個集會不見得是要抗議 像政治上的 我們支持柯文哲 然後柯文哲支持著走上街頭 然後替他投票 公文哲之類的 那那個就不是一個protest 那個就叫做rally 你大概懂我意思齁 好所以 他們會把它用成一個rallying cry 這個cry不是哭 而就是剛講的 Let's go Let's go Brandon F. Joe Biden 等等等等 這就是一種rallying cry 所以這個cry這個字 它有叫的意思 不見得一定是哭的意思 OK 所以這也理解一下下 我直接跳到最底下去 OK 我這邊就稍微再補充一下 所以political rally OK 所以rallying cry 也是一個蠻有趣的名字 OK齁 好的 所以我們再看下去的話 Garner這個字 所以 Let's go Brandon's song even went viral on TikTok in recent days 有人寫出一首歌 Let's go Brandon這一首歌 那它就收集到了很多的點心心 按讚之類的 所以這個Garner這個字就是有收集 所以它能夠集到很多的 tenths of thousands of likes 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再講到剛剛就是最後那個字 Chant這個字 OK 所以它講到這個back story the whole thing got started earlier this month 所以只是 也就是十月的稍早的時候 所以在這麼一個這個superspeed way 總之就是 這是一個NASCAR的一個race NASCAR是什麼 反正就是那種 房車錦標賽啦 大家可以理解 NASCAR 我找一下給你看 我們台灣好像看這個人不多 不是FORMULA 1 我要你理解一下 NASCAR是這一種 房車式的 FORMULA 1是就是很扁平的那一種 我也打給你看好了 那叫做一級方程式 這個叫FORMULA 1 OK 那這個叫做NASCAR 好 所以它是在這個NASCAR之間 所以剛剛那個賽車手 是Brandon 所以這個sportcaster Kelly Stavast 所以剛剛的女生 女的播報員 她曾經在一度上就頻率一下下 就comment了一下下 在一個interview with Brown 這Brown就是這個Brandon Brown 所以她姓Brown 她名字叫Brandon 所以Let's go Brandon 所以這個在跟Brown的這個interview中 她就comment了 comment是什麼事情 how the crowd seem to be chanting in his honor 這個群眾啊 好像在用她的名字來chant一樣 Let's go Brandon 事實上並不是 所以剛剛看影片你知道 unfortunately that is not actually what they were chanting 不是這樣子的 not even close 所以這個女主播不知道 腦袋裡面裝了什麼 或者耳朵裡裝了什麼 the crowd was very clearly 非常清楚的 在叫著Joe Biden addressing President Biden not Brandon 那只是差別在於with only with an F-bomb 所以這裡這個F-bomb F炸彈的意思 也就是F這個字 就是fuck這樣子 ok the F-bomb in front of his name instead of let's go 所以本來是let's go Brandon 把Brandon換成Joe Biden 那let's go instead of let's go 也就是把let's go換掉 把let's go換成了f 所以就是f Joe Biden 就這樣 所以這邊的描述 還算蠻清楚的 ok 好 然後下面大概也就夠了說真的 所以這邊的 我們就看了一下 一些詞 其實也蠻簡單的 今天這一篇 只是我覺得你應該要知道 因為還蠻有趣的 對你要是聽到現在的人叫 let's go Brandon 你知道他的 他在講的是Joe Biden 不是什麼Brandon這樣 好 所以我們複習一下就好了 很快很快 很快的 這個exhortation 剛剛所說的 就是用一種比較激動的方式 去鼓勵人 呼籲人 趕快喔 你的小朋友在吃飯 他不想吃 趕快多吃一口 之類的 這就是一種exhortation ok so it is an address or communication emphatically emphatically 就是很熱情的 Urg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所以這就是exhortation 這個字蠻少看到 認識一下無法 他說的是 你會看到這個三個字的exhortation let's go Brandon spread like wildfire 所以像野火般的擴散 ok 所以這個東西很快 大家就會變成大家 政治的一些這種 集會遊行上 不是抗議喔 抗議是protest 再強調一次 ok protest 那集會遊行 可能就會是political rally 那他們發出的這種 rallying cry 大概就可以用這個 ok f jo biden ok garner收集 收集了很多like 那剛剛講的這個 let's go breden 不是let's go breden 這個就是一個chant ok chant 那f棒沒問題 就是罵f那個字 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